东汉末年分散过 烽火连天不朽 你不能东汉末年分 你一定要在一个地方 东汉末年分散过 烽火连天不朽 灭梦导师周深随便唱到底有多恐怖 娱乐圈最怕周深随便唱 一开口就直接把选手的歌手们给打碎了 我以为学员唱得很可以了 可周深一开口 我才知道什么是饱含感情的唱歌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起鸡皮疙瘩 反正我是有 再来看看周深的教学 随口一句高音 让人员直接绝望 你这句话不去处理它 直接给出来 是处理最强的 你就直接给 我 你一下就会 周深现场指导学员演唱《孤勇者》 被这一句生涯狠狠震撼到了 周深和杰克俊逸闲聊中直接唱起来了 高手构章百时回合 梗都不带落地 最肯忘却故人世 最不屑一股事相似 没听过吗 你年轻唱的吊的气唱 包子好壮啊 最肯忘却故人世 最不屑一股事相似 有听过吗 没听过 就是那个 所以 大巴车上忽然响起灯火里的中国 周深纳不带来一嗓子 哎呦 圣圣 整活了开始 你还是没忍住 还是给他们偷了素材了 但凡咬牙圆两分钟 他就摆放了这歌 勾音我的歌 对 你刚才这两个勾音 好了 可以停了 素材够了 来 下一首大鱼 周深马不停蹄地参加颁奖典礼 不仅要颁奖 还得唱歌真够忙的 这是最佳音乐奖 我觉得用音乐来介绍两位老师 会更适合一点点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还有很多 比如 一次就好 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会大笑 谢谢 谢谢周深 我们两个也特别高兴 跟你合作了很多首影视歌曲 对于音乐人来说呢 能够把作品突发给一个这么优秀的歌手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 周深 这清唱真是无敌啊 你说还有谁能扛得住 怕你飞远去 怕你离我而去 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儿 再来看看周深彩排信场 真的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 绝 有些时候 你怀念从前日子 可天真离开时 你却没说一个字 你却没说一个字 我无事要 我从又长又长 我也能离我 我也有神经过 我只能绿的心 你也都爱你 再看周深老师的财官 生为一个歌迷 生为一个歌迷怎样呢 就是太幸福了 最后要说一下 湖南卫视和芒果TV顶级音宗 生生不息第三季 生生不息嘉年华 已经完成首轮录制 第二轮也将在12月6日进行录制 湖南卫视的另党音宗时光音乐会 刚在上周六收官 因此12月2日就空出了党期 按照推算 恰好由生生不息嘉年华来接党 然而该节目根本没有 按照大家的猜测 在昨天进行官宣定档 因此才会出现很多人 在某半某播到处求播出的话题 其实也难怪很多该节目的忠实观众 以及各嘉宾的粉丝苦等 以及久等不到的吐槽 理论上在昨天周三的时间 正是下一个节目宣发的最好时间 越往后推迟 就给节目开播留下的预热时间越少 然而直到昨晚24点 官博仍然没有动静 这让很多人大失所望 不过大家根据前两季推断 12月2日即使不是正片正式开播 也会先播出显导片 这样在12月9日开播 也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至于官宣的形式 第一季出了主题曲好歌献给你 第二季有主题曲恰似你的温柔 而第三季一旦官宣 多半也会有主题曲 至于第三季主题曲是什么 大家也都在猜测 但一定能够提前讲到 主题曲肯定是围绕嘉年华的主题来设定的 既然昨天没有官宣 最迟今天应该会放出一些声音 就算12月2日不能播放正片 播放一个仙道片 也能缓解一下大家对这个节目开播的焦虑 声声不息嘉年华 真可谓微波鲜火 往前呼声太高了 期待早日官宣 我曾能自拔你世界之大 也成名与其中梦化 不得挣扎不做挣扎 无惧笑话 我曾将青春翻涌 中文字幕志愿者 ~! 我还要好听 你还好听啊 你还好听啊 我还好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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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把他找一个对的 就太心肝了 你会打一下 yes 哦 你说这帅不帅 我反正肩怪不怪 round one 我怎么看 我怎么看 这是变宝 我是变宝 看我看好难哦 这个问题也太难 Round 2 好像薄啊 怎麼那麼難啊 拍個照 你再製作 Round 3 再拍我就哭了 哭了是嗎 謝謝 是嗎